哈喽 你们好啊 哈哈 电视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好啊 我这个打招呼方式是跟王芳芳学的 哈喽 你们好啊 他好像每次都 开篇都这样说 对 我跟你们一样也关注了王芳芳 他的那个视频很治愈啊 在一个小城蛮悠悠的节奏和生活 时隔多日 我又回来了连续出差 一直没有更新 今天呢 其实今天这期的内容的文字版 就是相对来说详实的这个细致的这个版本呢 发在我公众号上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看 今天我们说的是融创 曾经的并购之王 地产的白衣骑士 地产年销售额 排起前三甲的融创啊 居然沦落到了需要撬保险贵 去划过资金的地步 是他缺钱吗 是 但他这件事的背后的深意 值得解读一下 首先说啊 这件事是违法的 大家 各位不要模仿啊 当然 各位估计没有这种几千亿的公司跟人合作 是吧 几亿的也不行啊 给各位小伙伴们 给各位我的粉丝们提个信 说正事 他还是情况是这样 大概在前天 融创武汉的项目 他旗下有一个公管账户 是跟信托方 联合的做的 那么公司的证件和印 这个证照和印件都在里面 重大的 资金决策 以及其他的决策事项呢 肯定是要双方共同 这个公管共同做出的 用来保证投资方和开发方 各方的利益 这种情况呢 在联合开发 比如说多个项目 多个开发商一起开 拿一块地开发的时候 也经常采用的 一个是公管账户 第二是公管所有的印件征兆 这种常识 这种方式很常见 但是呢 作为武汉这个项目的开发方的融创呢 就把这个保险公司的索性 据说是换了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拿走 去银行把 账户里的钱就划走了 这个牵扯的是华融信托 信托公司 这是中国最大的信托公司 他们到这个项目一看 发现自己的保险 打不开了 就报了警 所以说这件事 蛮荒诞的 大家觉得说这家企业缺钱 已经缺到这个地步了 其实中国的房企目前都缺钱 但是能干出这种事的 为数不多 是不是 为数不多 我记得上一个去抢公章的人 还是当当的李国庆 为什么何至于至此 大家所有的焦点都关注到 是不是融创 不仁不义 违法 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缺钱 其实 不不仅仅是这样 我们看他第2步 这个资金被划播了多少 11个多亿 这其中的大头呢 划播到了 武汉这个项目 开发当地政府 这个街道区域指定的监管账户 这里有牵扯第2个定义 关于预售商品房的 资金监管制度 他都会为了保障这个项目正常的开发建设 支付材料款 支付农民工工资 支付项目开发所需要相关的 其他的成本 那么 预售的 所得 都会放在这个监管账户里 专款专用 这个大家 大家在过去的几年都不陌生啊 他并不是今年保交楼才会才有的 预售商品房的 商品房预售的监管制度 这样一件事情 也就是钱被划到了当地 所在地政府的指定的账户里被监管起来 并不是说 荣创把它划走去给别的项目怎么样 或者给公司的去 资金链 去纾困了 并不是这样 而是他去保障了这个项目 天下 这个房企目前 确实面临保交楼的这个 压力 那么荣创对此事的回应也非常平静 就是说响应国家保交付保交楼的这个 当前的政策 显示的情况保障购房人的利益 所以把这个钱 就划到了监管账户 这件事他蹊跷和微妙的地方在哪 从这一半 就刚才说的这一半 视角来看 这么做没错 进砖监管账户 保障项目开发 但是从前面另外一半 视角 这件事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 损害了信托 方的利益 我们知道信托这种融资方式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非常常见 一般要么是债权就是我借钱给你项目公司要么是股权的形式就信托公司会入股到这个项目 无论是哪一种他都需要双方共同共管 尤其是像 这个 重大资金的 支付 也就是说 项目达到一定进度 达到一定销售回款或者时间阶段的时候 这个钱要用于归还 信托的投资人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是信托的底层资产 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些话题和定义 那么你把这钱一下子撕下来啊单方面划走了以后这损害了信托的投资人的利益 这个事情是非常不市场化的 他违背了市场化不管商业 逻辑 逻辑最基本的规则就是信用 就是信用啊 所以这件事从另外一个视角看 问题也很大 我们各位先不要去着急说信托啊投资人都是有钱人 各位注意 所有的理财产品信托产品 其实投资者都可以是 也自然是首先是 一个普通人跟你我未必有太大的差别 也肯他钱多点也肯他未必钱多 并不是说信托特定的目击也好 或者是怎样 他的门槛就一定非常高 而且这跟有钱没钱 没有关系我再次强调这件事恶劣之处在于哪里 他违背了最基本的商业逻辑和市场规则 你做任何事情你跟谁去哪怕开个小卖部 开个水果摊开个早餐店 你的合伙人有一天突然把这钱 划转到了一个你惹不起的 更强势的那一方那里去 就侵害了你的利益 这跟这11个亿 还是1万块钱是一个道理啊 他破坏了最基本的 市场的基本的规则和逻辑 所以我其实是蛮震惊 所以说我们讲头部房企曾经 一时风头无两的荣创合制于 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缺钱跟其他的大型的民营房企在过去这些年 激进的加杠杆 扩张一个道理 所以他现在的处境也是半斤八两 其实过去在一两个月以来 荣创的资金案就已经非常紧张 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他撑到了这个月底 其实现在荣创去划转这些钱 也不是为了救自己 而是去大家看到了 目前 居间的是这个项目开发公司 两侧 一侧是信托方 投资方对吧 代表投资人利益 另一方呢 当地政府要求保交付 显然荣创来了个包大腿 我选择其中 这一方 输优输略 输枪输 可以说一目了然 这个方式能救荣创吗 我认为不能 只不过是在 这一个单一的项目上 可能他有了一定的资金保障 去保护他交付 这些钱他也不可能拿出来 再用作他用 这么大的荣创面临这么大的资金压力 他并不是单纯去救这一个项目 也可能是他不得已而为止 此时此刻你会 发现我一直说的 不管投资人和开发商 其实都是弱势的 这个起 盘上只有一个强势的玩家 所以你说 片面的讲说荣创是不是去抱大腿了 也未必 荣创那么敢于践踏市场规则 也未必 棋子 棋子 你说当然说到这里也插一嘴 很多时候我们说 你说恒大的资金面已经非常紧张 这就出了问题啊 躺平也好怎样也好 他 已经是值钱的事情 现在必然要在各地 他各个区域的项目公司逐渐去面临各个项目的保交付或者是 清 总要面对这个问题 比恒大能少好点的也不过是50步小百步的融创 曾经一度收购了万达的文旅 是吧 包括在西南收购了环球 农创曾经一度他的西南区域 是全国整个农创 销售额最高的 甚至这一个西南区域就能超过很多中型房企 一年的销售额 但是西南区域沉淀了诸多的什么文旅项目 在口罩之下 在经济下行 这种变幻莫测之下 商业的投资变得 岌岌可危 那么大量的这种库存 当年收并购高跟猛进拿下来的土地储备 孙宏斌想用他们激进的方式把他快速变现高周转 但在此时此刻这些都成了包袱 已经很难说 成为现金流 当年房企争抢的香伯伯就是土地 今天成了 牙垮 这个骆驼的 无数根稻草 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 融创这个些许的这种 荒诞的微操作 在武汉这个项目上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我小给大家讲的并不是荣赏这家企业或某家房企 怎么样 而是在这个利益博弈之间 市场显然是 没有被尊重 那么以后投资人 会对这一块 会更加的丰盛合理 今天我们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 好 穿着